这样子讲的 那么六祖也说了 他将这一种的 很快的知道 很快的感觉到 佛性的这一种佛教的方法 就是禅了 广传出去 就是把它弘扬出来 广传 刚刚联祖上师跟这个联祖法师 都提到这个广传 征活秘法 我们将来就是要把征活秘法 广传 广传出去 让大家都知道 因为我们征活秘法 有顿悟的法门 有秘教 修行清正佛性 有利教 我们要守五戒 十善 还要呢 这个花菩提心 那么 我们还有念佛 还有净土 还有净土法门 念佛往生 西方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净土 我们又有念佛 所以我们是所有的佛教 佛教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真佛中里面 各自言隆 互相互排斥 谢谢